在加油聲下 身穿白色柔道服的選手跟對手纏鬥 在倒數之際使出最後一集大外卷 奪得全中運金牌 開心到在場上跳躍歡呼 他是新竹兼十國中柔道隊的林聖恩 大聲喊話練習動作 這是林聖恩刻苦訓練的日常 一點也看不出來他曾經體型風雨 一公里都跑不完 還曾罹患顏面神經失調 想練柔道遭家人反對 滿頭大汗眼神卻堅定 林聖恩用成績證明自己獲得家人支持 而柔道隊大部分都是來自 堅實鄉的在地學生 彼此有革命情感 互助練習 但看看這個訓練場 鐵皮屋頂 夏熱冬冷 使用最簡易的設備道具 柔道服就掛在天花板上 看似堅陋 卻培育出好幾名好手 柔道隊在今年全中運 共抱回四金一桶獎牌 在缺乏資源的偏鄉訓練環境相對刻苦 但柔道隊員們不怕一次次摔倒被壓制 成為了柔道場上的三分鐘比賽 要為自己還有夥伴拿下好成績 三類新聞 張奧一 蔡詠恩 新竹 柔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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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